伟伟 薇薇 你怎么了 怎么吃得那么少啊 是不是你在饭桌上 受她干扰了 没有 你想哪儿去了 都来妈妈 不应该这样子 用外甥推销员走进来 她正在破坏我们家的秩序 妈 算了吧 只要大姐她满意就好了 家里有个男人晃来晃去的 你是不是觉得挺别扭的 没有啊 还好 反正我平时都是一个人 待在房间 对了 我应该给余大华 定一条纪律 不许随便敲你的门 哥 你的新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幸福并不合着 一言难尽呢 你呢 跟我一样哦 我们这礼拜天 一块出去玩呗 你带上我嫂子 我带上你妹夫 好好放松放松 妹妹同志 咱俩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见不散啊 好 拜拜 拜拜 媳妇 谁打电话的 你大舅子 讨厌 真差刚来了 没有 咱家开饭了 走吧 吃饭去 一提吃饭我就发出 怎么了 你看 是你吃饭 又不是饭吃你 可是你们家的饭 咸 我知道 咸还不算 现在老百姓的菜篮子多丰富啊 可是你们家饭桌上 怎么总是那几样 哇塞 都是剩的 绿菜叶子都黑了 这猪肉炖粉条热了好几回儿了 真入味 这还是猪肉炖粉条吗 应该叫肉末粉条碎 定计 吃啊 都自家人 别客气 我没客气 我就想那个 喝点粥 那待会儿我快吃 吃啊 媳妇 怎么了 妈 没胃口 病了 我要是再吃你们家的饭 肯定可以吃病了 天哪 每餐都那几样菜 一煮一大锅 这顿吃不完 下顿还得接着吃 吃不完还不许扔 请请逐逐又上桌了 看你爸跟伙食 都比这儿好啊 你跟我说也没用啊 我们家它一直都是这样 我老是该帮伙食 长大的孩儿 也能长成这样 真不容易哦 谁啊 别紧张啊 这么小的生意 一定是你的慈祥的婆婆 妈 金金 妈给你特地做了一碗 虾肉馄饨 还热着呢 真热吃 别烫着 大华 我下午才能回来呢 放心吧 萌萌 我明白你的意思 接下来呢 就得我一个人面对你们的家人了 你最好不要那么积极 因为啊 你还不了解他们 既然咱敢当这个上的女婿 是不是啊 上班去吧 那你看去 早点回来啊 阿姨 这是干tım我 又怎么说 伯母早上好吗 伯母早上好吗 有事吗 我想问问 谁要看你今天的伯母 伯母 医生 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不对啊 他那伯母不是厨房啊 岳伯 真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哎 M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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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人怎么搞得跟悬疑殿影似的 看见有种物质家庭 其实是有点难度啊 妈 坐好了没有啊 我赶紧端走啊 没好呢 别急啊 这女婧婧做什么好事啊 别动 待会儿家生了 妈 您真是一模范头发 要不这样吧 您干脆多做一点 把我那份也做出来得了 去去去 别钻空子 走 别给你爸看见了 去去去 哎 哎呀 我跟你讲别动 还没好呢 死老婆子 你打谁呢你 是你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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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逮着了吧 死老婆子 您得给三儿媳妇做小灶呢 是不是 不是 这这 不是人吃的小灶是什么 难道是喂鸟的 谁呀 我是看晶晶进了咱家门 她吃不饭咱家的东西 所以我做那点 腐败 咱们家不搞这特权 你这是制造家庭内部腐败 等着开会 等 又要皮子了 晶晶 晶晶 快走 快走 什么事啊 老爷子要开会了 爸 我第一次参加家庭会议 大嫂 你参加过N四了吧 好玩吗 好不好玩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爸 回来了 人齐了 开会了 好玩的 我要开始说话 大家都仔细听着 今天 在晗家厨房里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 耗子 管管你媳妇 别接下诚啊 这事跟耗子挨不着 人 人 人的问题 问题非常严重 在我们寒假和谐平等的厨房里 竟然有人吃小葬 不会啊 我们都在房间里面吃呢 罪魁祸首 就是你们的妈 你们的婆婆 我要做我的操康之妻 只不知道你自个儿犯了什么错误了 当着大家的面好好地做个交代 都什么年代了还交代 对啊 只不知道你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 为了做一个好婆婆 犯了糟糠之妻的错误了 你先别插嘴 平白无故 干什么要开小道 又没人坐月子 腐败 现在如今连国家高级领导人 都反腐畅怜 你一个草根劳百姓 跟家里头搞什么特权 搞什么特权 说谁啊 我们 是 吃个罐 我们韩家大厨房 绝不能生产这种腐败的小道 败坏门风 我宣布取缔小道 当事人好好反思 深刻检讨 得了 散会 自由活动 不许串联 行了 干什么 我不让你去 不行 我得去安慰你妈 老太太经过我受埋怨 我不能借死不救 歇菜吧你 好不好啊 我爸表面上数了我妈 其实啊 你也觉得他是针对我 对不对 那我找他说去 对啊 不许去啊 你 你到时候跟我爸吵起来 你说我帮谁啊 那不就是正好可以实验 你对我的爱 别闹了 难道你想在老虎嘴上帮忙吗 也不是 我就想跟他沟通沟通 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冲我来就行了 不用隔山打牛 你怎么就不明细呢 老公公对儿媳妇有意见 他是不好当面说的 为什么 那 这地球人的一种规矩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 做人家的儿媳妇 我当然不知道啊 那 难道你是从火星上来的吗 其实你爸对我有什么不满 只要他不当面跟我说 我就可以当 不知道啊 那我不就倒霉了吗 我没跟你闹着玩 到时候啊 我丁非拿我撒气不可 老公 我的好老公啊 我的小灶被取缔了 该怎么办啊 我的小灶被取缔了 我还没给你 什么鸟啊 是你爸的传令兵 给你爸传达命令来的 你小点声 你爸退休没事 当然可以早睡早起了 凭什么这样要求我们 我是你的新媳妇 又不是韩家大营的新兵 可你跟我说这些有用吗 你真熄灯啊 真熄灯啊 我还饿着呢 是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 我今天晚上只喝了三口汤 而且还从汤里捞出一根 前天剩下的菠菜 谦言用电 早睡到前 谦言用电 你听 听见了 是我爸那鸟 让咱们把台灯也关了 我叫你听我的肚子 饿得都迎场花强女高音了 是 是我妈给端小灶来了 小灶已经被取消了 你还提小灶 一提小灶我就更饿 那这样吧 带你出去吃宵夜去 白健身 太好玩了 我觉得比吃宵夜还好玩 那咱们这宵夜还吃不吃了 废话 那走吧 说实话我也饿了 让你这么一闹腾 我也觉得我们家那剩饭 忒难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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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门门门门开门门门 是什么 什么事 没事吧 怎么没事 谁啊 你爸爸 臭小子你给我进去 进去 臭小子 我站直了 怎么了 没你事 回去回去 睡你的觉 臭小子 三晶半夜了啊 带你媳妇到外头去干吗去了 我那 杨如串 你带你媳妇到外头吃夜宵去了 不是 我 肚子都吃歪了还说不是的 我好不容易取缔了家里的小灶呢 你竟然带你媳妇到外头吃夜宵去 你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 我那个 得 这回更合适你了 干脆带媳妇到饭馆去吃小灶去了 还多一项夜生活 我说我我揣你 爸您别揣 我这回头把我那马小了再揣出来了 马小 麻辣小龙虾 吃的还真全卷 鸡毛蛋哪吃 别进来千万别进来 你进来更乱了 你还想跑 我没跑 你还不承认了 我要挽住你帮我跑 我真没跑 我向我爷爷的儿子发誓 你爷爷的儿子 爷爷的 就是您 你个混账东西 发个狗屁事还跟我绕脖子 我求你了 别让我老妈睡觉了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 这一转眼 咱俩新婚后的第一个周末角到 文总理也庆祝庆祝吧 你有什么好点子 我想约上金金他们两口子 咱来个两对新人周末一日游 对抗 痛快死我了啊 别让你去真处啊 大嫂子 你别让给我哥吃什么好的 变这样了 她不好意思说 我在家里客把我给憋怀了 我那账目了 你别不高兴啊 饭桌上不准一个人说话 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夫妻睡觉聊天也不准 别人上了好就睡觉 那日子怎么过啊 别拦着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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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拦着我 再叫老人再招来 最好 最好我这沧喊一声笑啊 我把西伯利亚那狼都给他招来 你叫两句好吗 来拿口水拿口水 干嘛我给憋坏了 咱们俩先去玩吧 啊 您小两口是挺不错的 那是 人家都说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简直就是幸福的小两口 是啊 所以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我担心啊 还是我们的 你等他们一下吧 好的 嫂子 你们家是不是规矩特别多 是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咱妹 跟她公公你爹的关系问题 你真是我的亲衣 你可算说得正点了 哎呀 就怕到时候一个不留神啊 恐怕留神也没戏 静静的人你还不了解吗 忒直截了当 百无尽忌 其实呢 我哥这个人特别简单 有什么矛盾呢 他一笑就过去了 不过 我担心啊他这样下去啊 你哥太委屈自己了 我也担心这个 你说得对 怕就怕什么呀 怕就怕他到时候再跟我爹 闹僵了 所以啊哥们儿 那个妹夫 这个就我主要是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就有什么话直说 你应该听过吧 二十一世纪人类健康三大杀手之一 就是抑郁症 他不会有抑郁症吧 他心里素质特别好 他总是爱笑 那他刚刚还学狼教 估计还是心里觉得憋屈 你想想看 不同价值观的 不同生活习惯的 却个个还都那么倔 这些人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不出矛盾才怪 而且我还听说啊 抑郁症分很多种的 什么隐性抑郁 微笑抑郁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都是专家说的 是吗 那我是不是 要给他买血药啊 预防一下 那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啊 不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怎么行啊 应该 先买狂犬病的药 有什么不行啊 真不行 怎么了 不不不不 不是 你别走 我还没说完呢 来 接着啊 可以伤量的 小心 不行 有狼吗 你 就是你 你 你到底过得怎么样啊 反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你后爸对你不好吗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怎么了 我爸爸 我亲天说过 有后爸就有后妈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你有了后爸以后 亲妈也变成后妈了 那你妈对你不好啊 也不是啦 反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我爸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你背着你妈去找过你爸 嗯 但以后不去 为什么 因为 我也有了后妈 我们还能听着你 那你上海 怎么才不太疯癹啊 再滴走呢 又事儿这么久 你老人 想 seperti他 像这个地贤ing 那他们 他们都出去 各奔东西 他们去哪儿了 一无所知 大嫂 看你这么着急 想必更想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吧 对对对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 也是一无所知啊 天气 你就不问我我有什么事啊 你要想说早就告诉我 老婆 你们怎么才回来啊 爸 我们回来太晚了 天还没黑呢 爸 莫菲家里出了什么事 是珊珊 她 珊珊怎么啦 走啊 来 走啊 走啊 珊珊病了吗 快叫这舞车 怎么了这是 还直到回来呀你们 姐 爷子累积 她没病啊 她只是 她跟男生喝酒喝醉了 被警察开着警车送回来的 没出别的事吗 还要出什么事啊 你女儿在早恋酗酒 你这母亲怎么当的呀 你们俩风花雪夜的 孩子教育你管不管哪 你们应该感觉到自责 岳母啊 您先别置气了 还是先把珊珊送进医院吧 别待会儿酒精中毒了 孩子都醉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盼着她中毒 我不是盼着 我不是担心 我怕她酒精中毒啊 先送医院吧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没法活了我 怎么了大嫂 那大嫂怎么了 你们俩也是 自顾自逍遥游游 游到现在才回来 当然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要是知道 家里有事也不会出去了 我可怎么办呢我 我都没有怎么这么哭啊 你先别哭嘛 你先说到底怎么回事呢 脑子想一下吧 当然是跟大哥有关了 对了我大哥呢 你大哥要在不就没事了吗 我说你小子结婚结傻了你 这个汉天风该死的 你不能对不起我呀你 你不能对不起我呀 我 我 我们都快被你给挤死了 大哥他 大哥他不会打你了吧 给我看看 不会 他都懒得打我 他这次干脆跟我玩笑 老师说到东北出差去了 对 有人却在本地的东北饺子馆 看见了大哥 大嫂说的 不是这臭小子在饺子馆 我饺死他 他几天不回家 还搞行踪不定 不是他这什么 里的能让玩的事 难怪他媳妇着急 他不但着急担心 他还得搓火 公爹 怎么改称呼了 你可真是同情弱者的 最公正的爹了 这孩子 那那不怎么怎么 怎么叫一家之主呢是吧 压根儿我这人就是公平公正 讲是非明道理啊 像你们俩小兔呆的 没事儿老在外头慌 家里有事儿不知道回来 非得等到太阳下班了 月亮上班了 才知道往家跑 好意思不好意思 爸 我们 我的命啊 我恨不得咱家住楼房 没有 这话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是想要跳楼吧 小康康康康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估计大嫂不会是想住一层 对对对 我还想住二十层 一比 往下一跳 就一脸白了呢 小康啊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你怎么给提这个行啊 天青 谁叫我吗 不叫你我叫谁啊 你给我好好听着 在这个结构园 你别给我玩你那一锅粥的学问来打岔 赶紧 打电话给你大哥 我打了 联系不上 接着茬打呀 非联络上不可呀 我问他 眼下到底他在东北呢 还是本地的东北角度馆 白丰 他家里有ろ解 放了 没人接 手机有来电显示 他一看是家里的电话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当然不会接了 不要打岔 三弟妹说得有道理 一个不爱回家的人 怎么愿意接家里的电话呢 我说她这是什么意思 不回家 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不对 多说了一个人 没 没孩子 八成就是因为 你没孩子的关系 所以家里头缺乏凝聚力 就一个光杆媳妇 拴不住她的心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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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你别再给她擦了 我要为孩子做点事 早干什么了 你啊 你们俩在娱乐的时候 这孩子跟男生约会喝酒 醉成这个样子 哎 真的 萌萌 你再擦身 脸蛋可就脱皮了 来来来 来 咸酒汤来了 来 孩子又迷糊了 赶紧把她弄醒了 真没想到 咱们家倒出了个早恋女生 对不起 我还是自己照顾珊珊吧 珊珊 怎么能让珊珊躺在这儿吧 大华 帮我把孩子抱到咱们屋里去吧 行 不能搬咱们屋里去 那 怎么了 怕你二人视界被干扰啊 不是 我担心她好像是要吐了 还是先抱卫生间去的 你倒挺会为自己辩护的 不是 我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一般我喝醉酒吐出来就没事了 你还有酗酒的前使啊 萌萌 你知道吗 我那是怕不客户 不 好像要吐出来了 快上卫生间 快上卫生间 已经吐出来了 萌萌 要不你先睡吧 明月一大早起来 我就去找跟珊珊喝酒那小男孩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把这个所谓的早恋遗案 给她弄了清楚 我心里特别地乱 你先别着急嘛 你先别理会 你妈妈那些指责 我不说了 明月一大早我就去调查 给她弄得水螺石出 在意不迟嘛 还有啊 你说咱们出去郊游 再成长不过了 又不是什么错误 谁会想到突然有一天 俩孩子喝酒去了 这不是你的罪过 别太有负罪感 真的 好不好 放松一下心情 陪珊珊睡觉吧 那你呢 要不今天晚上 你去珊珊屋里去睡吧 算了 珊珊那是规法 我可听你凑回晚上 让你把她听吵 好 赶紧睡吧 晚安 男人睡沙发的原因很多 除了被老婆轰出来 还有一些意外 还有一些意外 就像我现在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日夜里就没睡好 玩一天累的吧 寒天乐 你应该叫我好老公 你是不是觉得我只会当酒吧老板娘 不会当你们寒假儿媳妇啊 在你眼中我余晶晶只有经济头脑 智商高情商低 不讲亲情没有爱心啊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你大哥跟大嫂都闹成那样了 我还睡得着吗 不行 这事我得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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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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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要你要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让你感动 因为我不只爱你还爱你的家园呢 打住吧你 你怎么结了婚还吓唬我呀 我跟你说啊 我大哥大嫂这事儿 你不许管 为什么 我这不是怕你捅娄子吗 这事儿啊 连我爸我妈他都不敢管 他都管不了 那是因为他们方法不对 你爸只会有好的 我不一样啊 我会跟大哥大嫂沟通 你不要有我心知口快就办不成事儿 你低估我的能力哦 你的能力再大了 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是不是 俗话说得好 清官难断家务事 回头你别落一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我就要试试看 我就不相信 我会变成一个女猪八戒 妈呢 我 我在做 做 做菜 我问你现在干嘛呢 李偷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 是这样 那个大媳妇爸 她心情不好 我想给她 我给她做一点 做点蛋糕上 小灶是吧 你就这么点本事 就会做小灶 先前给三儿媳妇做小灶 现在给大媳妇做小灶 有点新鲜的没有 我 我不就会干这点事吗 不就是为了慰问慰问 关心关心 新鲜的 新鲜的你来吧 拱火呢是不是啊 先前你跟我妈告刁状 我还没给你算账目告 那你 我这会儿没工夫给你算账 我就说 我就说她这东西啊 你这东西啊 算算算 你要取缔小灶 别别别别别 你蒸了一半 蒸熟它 我的 你那个什么 先前给三儿媳妇做那小灶 那叫腐败 现在给大儿媳妇做这个小灶 这叫慰问 两个意义完全不同 就是待会儿蛋熟了 再给她煎块排骨 没排骨弄点理机 干嘛干嘛干嘛 快赶上座月子了 给我大哥的手机号 我劝你多少次了 别管大哥事 你怎么就不听呢 给我你的手机 凭什么呀 你不给我我自己弹 去 去 去 你大哥不知道我的手机号 我就假扮他的客户 发短信给他 看看他现在人在哪儿 你以为我大哥会上你的套啊 你太低估他的能力了 他要粘上毛啊 比猴还精呢 去 那个笔猴还精的人来短信了 警警警 你 你还真去啊 你见到他你跟人说什么呀 我 我还没想好呢 不过我会先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 你别跟里边瞎掺和了 靠边哦 兄弟啊 不要干涉你媳妇的这个自由 干涉的结果 往往是事以愿违 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 他 他冒充客户 跟大哥秘密约会 说要撮合他们俩 他联系上大哥了 连爸都找不到的人 他能联系上 了不起 不愧是女中豪杰 行了二哥 您别跟这儿叫好了 行不行 你说这精情往里 你掺和这 他大不了是劝不好 不至于劝坏吧 大哥 大哥 呦 弟妹 我们找个地儿坐下聊聊吧 什么事啊 我正约一大客户呢 发短信给你的大客户 就是我本人 你约的我 你这两天闹失踪 大嫂都快急死了 闹了半天 联络我的人是你 这样你就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了 既然来都来了 就坐下聊聊嘛 谁让你 天乐让你来的 不是 天乐死活不让我来 我自作主张跑来的 那里边吧 走 好 弟妹 你如此的热心馋 怎么样 真是要吃了一斤啊 大哥 你跟大嫂闹什么矛盾呢 这两天为什么玩失踪啊 甭听你大嫂瞎说 我这个人呢 说话不会拐弯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事说事 不要回避矛盾 你再不说 那就大嫂说什么是什么了 她都说我什么来的 总之咱爸特别不高兴 这倒霉媳妇 又上老爷子那儿高刁壮 她怎么说的 她说 大哥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说不说你随便 可我要是不说的话 你怎么帮助他们解决矛盾呢 那你就慢慢想着 听听鸟叫 闻闻花香 这里的负离子可多了 头还晕吗 你来了我妈到什么事了 这也是我的责任哪 本来孩子生病了 都有妈陪 可我呢 可你这次不是因为病菌感染 还是你自己把自己喝成了一只醉猫 你要赖 赖那家餐检部去啊 谁让他们黑了心了 向未成年人卖酒 我们要多少瓶 他就给多少瓶 简直是混蛋 文盲啊 这不明摆着纵用未成年人喝酒吗 我可以到法院告他们去 这可不是人家逼的 是我们自愿的 继续说 我又中你的季了 那就说吧 说什么呀 说说你为什么和小眼镜同学 一起去喝酒 你信不信 如果我不想说 你也问不出来 我信 可是我刚从小眼镜同学家出来 我已经知道小眼镜同学为什么和她 大哥 你别再逃避了 再这样下去呢 只会让全家人跟大嫂 对你的误会越来越深哦 这个倒霉媳妇 我从来就没说过我去过东北啊 是 她知道 她只是说有人看见 你去了东北饺子馆 她跟踪我 不会吧 那她怎么知道 我没去东北 去的是东北饺子馆啊 她竟敢监视我 我看大嫂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特长 你应该是冤枉她了 那她就是故人监视我 看来我得对她实行经济封锁啊 让她没有闲钱 想要故人监视我 她就得吃素 老师大哥 那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凶耶 难怪大嫂老说 我的命啊 老说你对她不好呢 这马修芳就是没良心 她也不横着比一比 像她这岁数的夏岗嫂 有多少都在外边当终点工呢 苦哈哈挣点钱贴补家用 你是说大嫂吃穿不愁 跟着你当了全职太太 她比一般的全职太太都省心 不够看孩子呀 要不怎么闲着她没事长事 兴风作浪 对了大哥 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 怎么没想要个孩子呢 这事 最好直接问你大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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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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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 玫瑰 金耳瑞 今朝风雨来摧毁 尚了能知何教睿 玫瑰 玫瑰 金耳一种 玫瑰 玫瑰 金耳一种 春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 玫瑰 我爱你 新的誓言 新的经意 圣洁的光归照大地 新的誓言 新的经意 圣洁的光归照大地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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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还有金耳一种 品牙 有常常又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